在上帝所拣选的场所 献礼拜的人是有福的 并且在那里献礼拜的人 是有永生的应许 不仅如此 只有在那里献礼拜的人 才能被上帝称为我的百姓 这些人获得了如此宝贵的称号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人 我们就会领悟到 父亲来到这世上的意义是多么巨大 启示录五章中记录了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能观看哪书卷的不是吗 既然没有人能打开这本书卷 我们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去天国吗 不能 我们无法保证 父亲来到这世上 母亲也随之一同来临 我们可以确认 这对生活在这世上的 天国儿女们来说 是莫大的喜悦和祝福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儿女们 及上帝的选民 能按照上帝的旨意 来到上帝所拣选的地方 遵守礼拜的原因 西安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 是赐给我们恩典和祝福的地方 不是吗 让我们来看看 耶利米书四章的预言 看耶利米书四章五节的记录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 宣告在耶路撒冷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脚 高声呼叫说 你们要怎样呢 当聚集 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经上说 要聚集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哪里聚集 照着六节的内容 我们要往哪里去呢 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 要逃避 我们要向西安逃避 不要迟延 因我必是灾祸与大毁灭 从北方来到 关于上帝所选择的地方 上帝告诉我们 是什么呢 上帝所拣选的 上帝的儿女们 要进入的场所 是哪里呢 就是西安 上帝应许说 进入西安的人 必得救 不是吗 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看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十一节的话语 我照着鸟从东方来 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 从远方来 我已说出 也必成就 我已谋定 也必做成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 远离公义的 当听我言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 必不远离 我的救恩必不迟延 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 在哪里赐予救恩呢 在西安施行救恩 经上记录说 上帝会为了救恩 第二次显现 那么上帝施行救恩的场所 是哪里呢 因为上帝小玉说 要在西安施行救恩 所以除了上帝所选的西安以外 在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领受人类渴望的救恩之地 请与将军 雪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